大家好 我是葉老輝阿 今天要講一下這個Chrome的設定語言的部分 因為有些人就說這個語言呢 不小心就變成英文了 怎麼樣也轉不回來 那我們講一下這個設定在哪裡 開啟你的Chrome 然後右邊有三個點 右上角三個點點一下 右上角三個點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按一下設定 按一下設定 設定之後就會跳出我的這個視窗 左邊會有一排 然後你把這個箭頭打開 進階裡面有一個語言 語言打開之後 這個原本是這個樣子 那你把這個箭頭一樣往下拉 那這個呢 這個是順序 那你如果把這個英文的順序移到頂端 那它這個網頁開起來 大部分就會用英文來顯示 所以你要把你使用的語言放在最上面 好使用的語言放在最上面 那我通常是用繁體中文 然後再來才適用英文 再來才適用英文 那這樣子設定的話 你再來開的網頁呢 就都會是這個中文的 繁體中文的這個語言 那Chrome的設定就是到就是這樣子 語言的設定就是這樣 那你如果還有其他的問題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啦今天介紹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